现在要讨论的是极限存在的问题 在讨论极限存在之前的话呢 我要介绍的是单边极限 何谓单边极限呢 当我们趋近于X0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在X0的右边越来越靠近X0 还有另外一个是从X0的左边靠近它 于是的话呢 我这边做了一个图 来给各位同学来看 看看的话呢 右极限跟左极限它的意义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当X趋近于X0的时候 请问函数 X0正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叫做右极限 从X0的多一点点的地方靠近 各位同学请看 如果说X0的右边 它的函数值的高度是四点多 越靠近X0 它都会越靠近四 所以它的右极限的答案是多少呢 右极限的答案是四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它的左极限 它的左极限的话呢 当X越来越靠近X0 由左边靠近 我们这边记作X0负 这边的话呢 写一个小小的负 然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函数值的话呢 会越来越靠近谁呢 我们来看 如果在X0的左方 它的话呢 大约是二点多 越靠近X0 它的高度越来越靠近的是三 我们发现了什么现象呢 右极限跟左极限不一样 于是的话呢 我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极限的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我们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极限 若要存在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记下来了 B 唯一 也就是说 如果说的话呢 我们要不唯一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左极限跟右极限 要是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说它极限不存在 我们这里看了一个例题 有一个例题的话呢 它的函数的话呢 是X分之绝对值X 问这个极限的话呢 当X靠近0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多少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常常是在升学的考试之中有出现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做这个题目的话呢 要从两个方向着手 第一个的话呢 是右极限 一个是左极限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行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写 极限 趋近于0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由右 一个是由右开始靠近它 如果是X是0正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 X是在0的右边 也就是X是正的 如果它是X0是正的 X是正的的话呢 那么绝对值跟没有绝对值 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它是正的 加不加绝对值都一样 所以的话呢 去掉绝对值除以X 这题答案是1 我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左极限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如果说X的话呢 是往0的左边靠近 由左边靠近的话呢 因为0的左边一律都是负的 如果说X是负的 那么绝对值X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要把它写成负X 上面就会变成负的X 为什么是负X呢 因为X是小于0 负X才能保证它是正的 于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答案是会是多少呢 是负1 我们来看一下 右极限跟左极限不一样 那么各位同学 这个题目 我们答案的话 要怎么写呢 我们不能写1 也不能写负1 我们要写的是三个字 叫做不存在 这个题目就算是完成了 再做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话呢 这个F的话呢 它是分成了两个部分来定义 它的话呢 小于等于2的那部分 叫做3X加6 大于2的部分 叫做KX平方 那么问 如果说极限当X趋近于2的时候存在的话呢 那K要多少 这个题目是怎么处理呢 这个这种题型非常的简单 其实我们就要看的是左极限要等于右极限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来想了 左极限我们要带什么呢 我们要带的是上面这个部分 因为它在2以下 它是属于这个函数 如果是在右极限呢 是在2以上 那我们是下面这个函数 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解题而言 我们的话呢 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我上面的那个函数带2 下面那个函数也带2 两边要相等 就可以让这个极限存在 于是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那个题目带2是多少呢 上面把2带进去 3乘2等于6 6加6是12 下面这个带2进去是 K乘上2的平方 就是K乘上4 K乘上4 非常的容易 K就会等于多少呢 K等于3 于是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轻易的把它解决了 K就是多少呢 是3